最近在追我的,体育老师,被里面的一个小演员给圈粉了,那就是饰演张嘉宜女儿的玛丽,她叫赵金迈,这个小小的演员在电视剧里面口才很好,表情到位,伶牙俐齿,虽然表现得叛逆不受管教, 一直让张嘉宜很头疼,但是却能和后妈打成一片,却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,在电视剧里玛丽饰演,则也是嘴硬鸡软的种,叫人激爱又恨,但是丝毫恨不起来的那种,这种叛逆少女妓女的角色,这个玛丽拿捏得相当好,我也是瞬间被她圈粉了,给整部剧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,赵金迈2002年出生,辽宁沈良人。 今年才16岁,东北姑娘一身豪爽正气,招金迈不但长得漂亮,还多彩多艺,在她6岁的时候,被送到了少女表演班进行表演,登台时一点都不切场,看来现在在电视剧中,有如此的功底是努力才得来的,多彩多艺的她还会钢琴,跳舞,音乐。 在2014年到2015年,就参演了大家熟悉的《巴拉巴拉小魔仙》饰演与美琪一角,在2016年参演由王俊指导的《小别离》饰演学霸金琴琴,在2016参演电视剧《我的体育老师》,在里面饰演张嘉义女儿玛丽,和老戏古张嘉义演对手戏,角色的拿捏很到位。 在张嘉义的大动向如今,一炮而红,说起她的演技和颜值,也是丝毫不输现在的小话伴关小彤。 关小彤也是饰演了张嘉义的女儿哄起来的,所以说16岁,这照记卖前途也真的是一片光明。 今年才16岁她,还在上学,所以影视作品并不多,相信以她的努力和现在所拥有的天赋,以后考的好的影视大学肯定不难,期待她能有更好的影视作品带给大家。